每当想起自己的妻子居住在深圳的富豪李平便后悔莫及,他从来没有想过,自己那个青春可爱的五大校花妻子背地里竟然是多位富豪的玩物,甚至他们为了玩的刺激连孩子都搞出来了,试图让自己当接盘侠,在东窗事发后,刚结婚33天的妻子卷走274万及四套房产出逃到了海外,试图逃脱国内法律制裁,忍无可忍的李平发动人脉, 对校花妻子展开跨国追捕,决心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,那么,这位五大校花究竟是何许人也,在丈夫的跨国追捕下,她的最终结局又是如何? 专注军事解说,每天都有新知识,这里是阿龙探长,欢迎订阅,2014年9月,李平和张书丹在一次高端聚会上见了面,那个聚会上都是深圳市这些年的风云人物,各个腰缠万贯,李平在这些人中间,居然也有点泯然重人了。 李平的落寞情绪被一旁的张书丹看在了眼里,张书丹立刻上前,邀李平喝酒谈话,两个人越谈越投机,酒汗而热之际,面对美女,李平吹嘘起来自己过去的往事,他谈到,自己当年是怎么在上海打拼的,怎么眼光毒辣,抓住了一次又一次机会。 走向成功,更是被评为罗胡区十大杰出青年,除此之外,他还热心公益事业,是著名的慈善家,至于在那个混乱的草创年代,他是怎么利用时代红利,投机倒把,钻法律和制度漏洞的,自然还是忽略算了。 毕竟这不是重点,张书丹越听越投入,眼中已经满是敬佩的目光,李平见时机差不多了,开始画风一转,谈起了自己的感情问题,李平自我介绍,他今年四十了,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一个女儿已经成年,不在自己身边,他现在最痛苦的就是孤独,每天早上。 他从三百多坪的别墅里醒来,面对空洞的卧室,总是哀叹自己的不幸,他看着忙碌的仆人和园丁,感觉自己的生活远不如他们充实,精彩,身边的人都是为了他的潜在虚与伪夷,他和这些人交往时只感到孤独,总而言之,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,因为他穷的就剩钱了。 他这一辈子,最遗憾的事就是,为什么没人理解他,这些话当然不可能都是真的,酒桌上吹牛,半真半假而已,张书丹听到这里,眼中不禁勤满泪水,没想到啊没想到,眼前这位风光无限的李总,内心居然这么痛苦。 张书丹不禁想说一句我理解你啊,可惜他不知道这句话李总爱不爱听,或者说爱不爱听自己说这句话,同样一句话,不同的人说,效果是不一样的。 两人又谈了一会后,李总问起了张书丹的情况,张书丹自我介绍,自己只是出身于普通家庭的一般人,从小家庭条件就比较差。 后来经过努力,好不容易考上了武汉大学,现在在深圳市一家银行工作,一个月工资还抵不上这里的一道菜,他能来这里的原因是,因为形象交好,被银行作为银行代表派到了这里,李平听了后,不禁有些兴奋,因为他当年就是武汉大学毕业的,张书丹听了这个信息也大感意外,没想到,在这个地方居然还能遇到自己的校友,张书丹亲切地叫了一句学长,对李平来说,这句称呼比什么李总, 李总受勇多了,他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自己青春岁月,和一个可爱的小学妹共同在五大的樱花树下散布畅谈,谈人生,谈理想,诉说一曲青春的旋律,这句话也让李平对张书丹越看越顺眼,两个人有很多话题可以谈,对李平来说,要美女友的是,队伍可以从她的卧室排到花园外面,可是这么投缘的,只有张书丹一个,在宴会散会之前,李平自然而然地, 要到了张书丹的联系方式,两个人开始了交往,对于李平来说,拿下张书丹,这个小女生还不是热刀切黄油,轻轻松松,李平对张书丹启动了金钱攻势,带张书丹去她这辈子消费不起的地方玩,给张书丹买她凭自己的收入,永远买不起的礼物,听说张书丹有吸收存款的任务,李平轻轻松松派出几百万现金,存到了张书丹的银行, 全算张书丹的业绩,干完这件事后,张书丹联系李平说,自己现在工资也不高,深圳房价贵,租不起,干脆就搬到李平那里同居算了,这种要求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拒绝的,就这样,张书丹搬到李平那里,开始了同居生活,同居期间,李平对张书丹自然是百般呵护,各种奢侈品不断, 基本要啥买啥,又过了一段时间后,张书丹向李平神秘地表示,他快要当爸爸了,自己已经怀孕,有了这个孩子,李平认为和张书丹结婚是板上钉钉的事了,花起钱更加放心了,有一次,张书丹提出要出国旅游,需要一笔保证金,李平立刻给了他六万元现金,后来张书丹旅游归来,这笔钱也就不了了之了,张书丹还经常以各种理由要钱,比如父母病了,亲戚出事了,每次李平花钱都毫不含糊, 张书丹和李平订婚后,照例要去张书丹的老家见父母,路上张书丹哭诉,自己的父母一辈子不容易,把他拉扯大,送到李平身边是不是有功劳,可惜现在还窝居在小房子里,李平当然不会就这么看着,他立刻拍出五十万,为张书丹的父母换了大房子,房产证上还写着张书丹的名字,李平和张书丹见父母时,张书丹不时地提到父母的辛劳,一边说还一边流泪,李平无奈, 只好在临走时又留下了一本存折,回到深圳后,张书丹说,我们新婚就应该有个新气象,新气象就是新房子,要李平再买一套房子作为新房,李平于是出资三千万,购买了一套豪宅,合同上写明,由李平和张书丹共同出资, 不过,李平毕竟在商场打拼多年,也不是傻子,他对张书丹已经有了提防,他暗中做了公正,讲明这套房子由他个人出资,有了新房,李平和张书丹顺利结婚,开始了新婚生活,结婚后,张书丹对李平百般温柔,体现了作为贤妻良母的素质,把李平哄得非常舒服,时机成熟后, 张书丹向李平表示,自己也不能在家天天吃闲饭啊,这个样子配不上李平,他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,他说他想做电子商务,还缺一笔注册资金,请求李平给他过一下桥,李平表示,自己的钱大部分是投资品,能动用的活钱,还有274万元,就先都给张书丹用了,张书丹拿到钱之后,开始忙活起了各种手续,一趟一趟往银行跑,而且经常神神秘秘地消失,问他就是说,自己正在联系业务, 李平本来想用自己的人脉帮忙,张书丹却表示,这次要靠自己,否则就没意义了,那比200多万的钱,自己也会很快归还,一天,李平回家之后,发现家里乱成一团,家里的的隐蔽处都被翻找了一遍,自己的保险箱也被打开,里面的黄金和珠宝全部消失,李平立刻报了警,警察查看保险箱后表示,保险箱不是从外部强行开启的,开保险箱的人一定有密码,是李平的熟人, 李平回忆了一下,说这不可能,保险箱的秘密只有自己和妻子张书丹知道,难道是张书丹干的,李平试图联系张书丹,无论如何联系不上,李平想到以前张书丹的一些表现, 心里有些察觉了,立刻到银行查账,发现那笔200多万的钱,早就被张书丹分批转移到了境外,经过警察部门调查,张书丹本人也已经逃往海外,警察顺着张书丹这条线调查,查出了一个大型诈骗团伙,张书丹早就注册了一个公司,名字叫书上美健康管理科技有限公司,这个公司几十名员工,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, 他们经常出入于各种高端场所,假扮银行代表,目标就是李平这样的富豪,在李平之前,张书丹已经和四个富豪玩过了这套把戏,李平是上当最深的,李平听到这个消息,不禁感叹,果然,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,自己还以为自己是在猎业,没想到被张书丹给猎了,张书丹不仅从事诈骗,他这个公司还向富豪们提供上门保健服务,就在和李平恋爱的同时, 张书丹还在向另外好几个富豪服务,那群人为了追求直观刺激,才导致了张书丹怀孕,张书丹于是就干脆介事,把这件事算到了李平头上,张书丹逃往美国,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,可是他没有想到,李平的能力居然如此之大,李平靠着自己的人脉以及财力,联合中美警方,以及私家侦探,华人社团等多方成员,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追责,张书丹没想到,李平会对他穷追求, 他逃到美国的日子很不好过,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,他打起了亲情牌,试图拿孩子做筹码,但是李平早已看清了他的真面目,况且孩子是不是他的还另说。 人口罪行等23项罪名被起诉,后来被判刑65年,他的后半生都将在美国的桑那州边界徒僧外议女子监狱里度过,至于李平,则在国内法院的帮助下拿回了自己房产,大家对此事件是怎么看的,欢迎在评论区说出自己的看法,好多是我们喜欢,却不能继续。 许多事,我们厌恶却不能放弃,生活不按我们的意愿行事,人生不按我们的心意做事,生活不可能总是如意,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痛苦的,也许,你期待的总不能如愿,你渴望的总是不能实现, 但其实,人生就是一个圆缺的过程,起起伏伏,侃侃可磕,缺的要自信,圆的要清醒,每一段艰难的日子都会让你认清一些人,有时候并没有谁对谁错,人本来就是互相依偎,互相伤害的,那些爱啊不爱啊,随着时间沉淀,也就慢慢都淡开了,人各有各的位置。 人生观和价值观,不要恪求他人,也不要太恪求自己,保持善良,做到真诚,宽容待人,言于律己,得与诗,成和败,聚或散,都是人生的一种成长,做一个人生的观光客吧,说到底,只要与人为善,以德服人,离是非远点,靠家人,近点,便有了心安,有了惬意,这是个现实的社会,感情不能当饭吃,贫穷夫妻百事哀,不要相信电影,那只是个供许多陌生人喧嚣气, 感情感的场所。